思觉失调症是一种慢性的精神疾病 它是一种脑部内分泌失调的现象 发病原因除了与家族遗传有关 也和个人体质、人格特质 以及外在刺激有关 因素相当多元 主要以思考跟感觉错乱为主 思考最主要的症状是妄想 妄想就是说病人会对一些不合现实 不合理的想法生性不易 最常见的妄想以被害妄想为主 病人常常会觉得亲近他的人 甚至家人会有想要害他的念头或者是举动 第二个感觉出问题就是俗称的幻觉 思觉失调症最常出现的幻觉以听幻觉为主 也就是俗称的幻听 就是旁边没有人 病人却听得到这些声音 因为有这些想法的错乱感觉的问题 导致于病人没有办法分辨出现实 还是虚幻的状况 所以有的时候会看到病人自言自语 对着空气讲话 这样的影响就会导致说我们病人的语言 会有混乱的一个情况 甚至影响到他的行为 也造成了行为上面的一些混乱退化 这四个症状我们俗称症性症状 跟症性症状相反的症状就是负性症状 病人常常呈现出来的就是一副不可怜 根本没有办法看得出来 他的喜怒哀乐 病人也会逐渐丧失自我照顾的能力 例如说几天不洗澡 也没有什么动机想要去做事情 这个叫做负性的症状 视觉失调症药物的治疗主要还是以抗精神病剂为主 针对会影响生活的妄想或幻觉的一些症状来做处理 还有非药物的一些方法 包括脑刺激素像电筋鸽的一个治疗 除了药物非药物的治疗之外 复健治疗也是蛮重要的 视觉失调症是一个逐渐退化的过程 我们能够在越早的时间早期介入 让它的功能退步的越少 病人越有机会在可以根治的药物出来之后 能够得到帮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